其实癌症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 其实癌症发生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是我们不会知道的 都是无声无息 我们不会感觉到它 我们也看不到它 我们也察觉不到它的 因为它是有潜伏期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子宫颈癌的潜伏期 大概是几个月 甚至是几年的时间 所以今年我是26岁 那么我在今天患上这个子宫颈癌 其实我在几年前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癌细胞 而且是很多很多的数量在我身体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乳腺癌是六年到八年的时间 那么我今年26岁 我减回去八年前 其实我在十多岁的时候 就已经有这个乳腺癌的发生 只是仪器还不能够检测出来 那么大肠癌呢 肠癌的话是十年到二十年的时间是更久的 那么我今年26岁 二十年的时间 其实我在小时候开始 我就已经有这个肠癌 只是现在才能够被检测 还有肺癌也是一样 十到二十年的时间 所以到底我们为什么会得到癌症 为什么我们会中cancer 好大肠